香港不少街道因受山竹台风侵袭险象还生,行人要走路都很困难。 翻射自陈法荣微博记者林南谷综合报道,香港昨年临时上最强台风山竹侵袭,10号风球悬挂了10小时之久,造成极严重损害,港九各区满目疮痍, 时常透过IG分享生活点滴的38岁港星张柏芝,稍早公开霸气表示,现在留意住有困难的朋友,请联络。 Thank you张柏芝霸气集团有困难朋友,请联络。 翻射自张柏芝IG,截至目前为止,香港岛,九龙等多条主要马路,干线,仍不满被强风吹到大树,垃圾,造成于300人受伤,令张柏芝仍心系民众安危。 他在IG贴上铝窗连住窗口的冷气机飞入屋内照片,留言,好想出一份心意去帮助一些被风球破坏了乌齐的市民,We are always be there,我们总是在这里,义不容辞。 透露主家门口也被大树倒塌阻挡出入,需要人清理,山竹重创香港,张柏芝不吝现出爱心。 翻射自张柏芝IG不久后,张柏芝又在公开留言,他表示希望找到机构可以贡献一己之力,现在留意住有困难的朋友,请联络,Thank you。 善心举动或网友狂赞人美心更美。